一个立法委员 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 对侯有语讲话 需要用这种的方式吗 那到底他的背后是谁呢 到底是傅康琪一个人这样做 还是朱立伦所受益的 难道傅康琪真的是凌驾在你之上吗 难道朱立伦就是把傅康琪当成是打手吗 还是傅康琪讲话朱立伦就言听计从呢 叶狐用完也会摆在床底下 不要把他摆在客厅去 从今天这个事情看起来 绝对国民党的纪律是涣散的 我这份选社会的名单一出啊 不只调成国民党党内的风暴 那么当然也引来了民众的诟病嘛 没有想到这风暴核心之一的傅康琪 今天高调出来开记者会呛侯友宜 还说觉得选社会不理想 那请你来接管啊 甚至还要侯友宜直接出来宣布选总统 当中央解释啊 找来这些人呢 其实是为了要替中南部的监困选区来找人选 问题是傅康琪他出了花莲之后 到了南部去 能够帮兰英找到选将吗 还是其实花莲也是监困选区呢 就算真的要替党来做事 有需要有这个专门给一个位置给傅康琪吗 那傅康琪要侯友宜出来承担 问题是侯友宜他有新北市 115万选民的这个民意基础 那他为百姓承担呢 难道会比朱立伦跟傅康琪来得少吗 而朱立伦为什么非得要跟傅康琪绑在一起不可呢 还是说到底不少人都质疑了 他是要靠傅康琪来拉锅卡侯吗 这样怎么看 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看到今天这个事情的发展 其实都非常难过的 有很多东西国民党内部可以讨论的 可是到了最后竟然用记者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整个选策会我觉得最大的争议 当然毫无疑问的就是傅康琪 傅康琪他不只是所谓的黑金的问题 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是在花莲 大家称他为花莲王 但是从另外一个讲法来讲 其实整个是花莲是一个附加党 而不是中国国民党 我前一段时间对花莲还有一些了解 包括现在当选议长的张俊先生 他后来被迫基本上参选 但是他选上以后了又单选为议长 可是当选议长的立刻就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 其实他讲的非常清楚 就是针对傅康琪 就是针对中国国民党 我也了解花莲原来是一个蓝军的一个重要的重镇 可是现在花莲基本上很多的蓝军 都已经离开了中国国民党 到底是谁的责任 那我们都知道往往就说 阎王好对付小鬼难缠 大家都不要忘了小鬼是阎王派的 今天傅康琪能够有这么大的权力 请问到底是谁给他的 毫无疑问的我们基本上你说 到底要怪傅康琪还是要怪党主席 我觉得大家这个事情如果来去了解的话 那可能主席可能负责责任要更重要了 包括今天傅康琪对外开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任何一个懂政治人都知道 这是基本上是傅康琪公然的向侯友仪叫板 也就是说你有种你就给我出来选总统 不要在那边随便讲话 或者你来参加我这个团队来共同为国民党服务 我请问一下谁有这么大的权力 可以这样子公开的对另外一个同志 而且他的确是有可能参选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的人 而且他又是新北市的市长 我请问一下一个立法委员 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对侯友仪讲话 需要用这种的方式吗 那到底他的背后是谁呢 到底是傅康琪一个人这样子做 还是朱立伦所受益的 也就是朱富体制所共同决定的 那问题又来了 请问一下朱立伦为什么自己要赋予 傅康琪来做这个事情呢 难道傅康琪真的是凌驾在你之上吗 难道朱立伦就是把傅康琪当成是打手吗 难道朱立伦面对这个问题 你不能跟侯友仪自己坐下来 好好开诚布公的谈吗 一定要通过傅康琪吗 还是傅康琪讲话朱立伦就言听计从呢 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问题 看出来的国民党非常大的问题 就大家讲的朱家天下富家党 今天中国国民党还是朱立伦当主席吗 还是主席的背后有一个傅康琪 傅康琪的形象大家都非常清楚 今天中国国民党面对2020年选举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 我们要打击民进党的黑金 打击民进党的贪腐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我们今天的提名 自己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里面 选车会都犯了这些问题所在 请问是不是食人与把柄 那好傅康琪固然对于朱立伦来讲是很重要 很重要就很重要 留到自己家里面嘛 不必把它推到柴面上来嘛 摆在客厅跟摆在家里面是不一样的概念 我举个例子来讲 以前大家都有夜壶的习惯吧 夜壶用完以后摆在床底下 不要把它摆在客厅去 今天傅昆琪是你的人 就不要把它推到台面上去 摆在外面的请注意点 国民党的形象好不好 国民党的形象要好 很重要好不好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把国民党整个给摧毁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映出 我们的整个国民党的中央 它的领导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如果这样子下去 请问一下2024年怎么打 怎么作战 傅昆琪再大的优点 是你租赁的人马 就你自己好好管好 不要把它推到台面上来 所以我觉得今天 中国国民党的问题太严重了 从今天这个事情看起来 整个国民党的纪律是涣散的 纪律是涣散的 党主席不要负责任吗 党中央不要负责任吗 今天这么多的年轻党员 出来表达他们不同的声音 党中央来的没有听到吗 赶快直写 像我今天早上在脸书上发 请你傅昆琪 不要再召开记者会好不好 你凭什么来召开记者会 而且用的是朱立伦讲话的口吻 没有章法了嘛 所以我也希望党中央要求傅昆琪 赶快闭嘴 你要离开选策会就赶快离开 不要再这样子随随便便的 把党的整个声望糟蹋下去了 这非常的生气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本党的中央 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是 恐怕朱立伦必须要解释清楚 到底是傅昆琪在当主席 还是是你朱立伦管不动傅昆琪了 这样一件事情听起来好像都蛮严重的 好 朱立伦说他要组一个非绿联盟 结果反而被柯文哲洗脸 说搞不清楚现在谁是蓝的 老百姓也想问到底什么是蓝的 谁又是蓝的 谁又能够代表蓝的呢 难道朱立伦侯友宜就能够代表蓝军吗 而其实现在呢两岸兵凶占围恐怕老百姓也不管蓝绿 百姓要顾的是他们的性命啊 因为万一台海爆发冲突的话 子弹可不会分蓝绿 挺绿的选民也未必全都是挺台独或是称战中的 与其去搞一个什么被碎尊印的这个选策会出来 工党这些想要出来选的最强母鸡们 怎么不干脆直接讲出来告诉老百姓 未来到底要怎么让两岸来维持稳定呢 怎么把老百姓带往和平呢 校长你们看 我觉得的确现在国民党在面对一个民进党的挑战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希望国民党来思考说 其实我们现在来讲 国民党如用什么都去跟民进党做竞争 可是国民党现在所有的思维还停留在 我们要推出一个最强的人 最强的人 我必须要讲 如果你从最强人的角度去思考的话 你从党政资历来讲 没有一个人比得过赖清德 他做过台南市长 做过行政院长 做过副总统 然后现在当党主席 如果你从党的调动支援选举来讲 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的对手 盛尔利从现在的民进党 他的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民调来看 好感度来看 国民党也不宜民进党 再加上现在来讲 泛力力量的团结 可能超过国民党的泛男的力量团结 所以简单来讲 人都会变得 民调现在高 不见得民调比较低 所以国民党作为一个党中来讲 当务之急 就是告诉别人说 选中国国民党 可以给台湾带来未来 是什么样的美好的愿景 那毫无意愿的现在摆在面前 最重要就是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现在 我们先不要说 他现在是不是兵凶战危 但是只要兵凶战危的声音 不断在台海的上空回绕 那么国际投资客 就不会到台湾来投资 台湾的企业家就会出走 所以整个谁有能力 去把两岸战争的阴霾 给他取出掉 这个台湾老百姓 在投你一票 所以说这件事情 对于党中央来讲 它早就应该进行了 比如说如果去年12月选完以后 他花一两个月的时间 大家来讨论什么 国民党来提出一个 我们两岸和平的方案 我们怎么做 才可以确保台湾的和平 民进党现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要亲美 我们要反共 我们要备战才能够走向两岸的和平 那国民党面对民进党这种论述 国民党有没有提出一些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意见呢 国民党可不提出一些 让民众可以说服 可以接受的一些主张呢 可是现在都没有做 所以我的看法 选举真的是站在国民党立场 希望国民党也赢 可是站在民众的立场 你选上关我什么事 你们谁当总统 关我什么事 我要的是国台民安 我要的是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我要用两岸的和平 所以中国国民党现在应该把怎么样 两岸如何能够走向和平 和平的方法论 怎么样才能够确保台湾的安全 把它讲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用政策跟民进党的政策去对决 用理念跟民进党的理念去对决 用论述跟民进党的论述对决 整个过程中 人当然很重要 可是如果没有理念 没有政策 没有灵魂的话 请问再好的人 他也打不下去 如果我们有了很好的理念政策 跟论述以后我们要做到一点 不管国民党派出谁出来 都能够打出这场胜仗 这才是国民党应该要做的事情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